我叫岩崇年 是中国紫金生学会的副会长 我经常去故宫 写了一本故宫有关系 叫《玉瑶千年》 我们中国对人类的文化做出巨大贡献 从哪开始说最清楚最动人我想此起 那么瓷器很多 那更漂亮的更精美的是皇家的瓷器 因为我的头颅大 工艺精 成本高 一件一件都是国宝精品 最能反映我们一千年以来 中国瓷器的发展和成果 宋朝有瓷器了 龙泉咬的青瓷 比如德化瑶的白瓷 还有青白瓷都很有名 但是它还在宫廷里头 一般老百姓也见不着 元朝就出现青花瓷 元朝就两个色 就是蓝色和白色 严格说就是蓝色 其他颜色少不出来 到了明朝就不一样 五种颜色 红的黄的蓝的青的 所以明朝有五彩词 五种颜色 那就很漂亮了 它为什么叫鸡缸杯呢 它就是个杯 有点上着缸的样子 用它比较浅 为什么用鸡缸呢 这个图案是着水鸡 两只大鸡 一只公鸡 一只公鸡 一只母鸡 三只楚鸡 小鸡 这个杯做什么的 据专家也要喝酒的 一对一定是两个人喝 那成化的一个谁喝呢 跟它那个妃子 姓万 叫万 两个人在这个八夜节的明月 清风之下 跟那艾妃一块喝酒 也蛮有情趣了 我觉得这个杯子呢 就慈祭来说 当时时间最先进的水鸡 到清朝康熙雍正前路所 任何色彩都可以配出来 比如说绿 浅绿 墨绿 深绿 可以配出十二种不同的绿 其他颜色也是一样 这个瓶呢 是雍正的 这个瓶啊 这色彩画的非常自然 你看上就像油画一样 实际上是在瓷器上画的 它这个瓷器画有个特点 我们看的方法就画上红柳 你画个牡丹花画的红的 花蕊是蓝的 黄的 比如说绿叶 看得清清楚楚的 瓷器不是的 那个绿的呀 你画上又看不出是绿颜色的 红的画上也看不出来 那花蕊是黄的也看不出来 但是凭着非常高的记忆画上 一烧 五彩缤分就画出来了 了解瓷器的知识 预有的知识 对于提高我们自己的文化素养 对下一代的培养教育 都是必做的功课 有人问我 说杨长的研究清史历史 怎么又干了瓷器了 瓷器也是历史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